原来迪士尼并没有欺骗我 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只如童话中般可爱 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小黑豹 然而 现实却将充满纯真和治愈力量的小生命 至于危难之中 它遭受了同伴的疏远与排挤 与童话中那只丑小鸭不同 名为露娜的小黑豹 并没有能够理解和宽容自己的母亲 回溯至2020年5月 俄罗斯某动物园中的花豹产下了一窝三只幼崽 园内工作人员欢欣鼓舞之际 却惊讶地发现 其中一只幼豹呈现出黑色 与父母截然不同 除了毛色 这只小黑豹体型相较兄弟姐妹更为瘦弱 也因此常遭受他们的欺负 甚至连母豹也逐渐放弃喂养它 看着那一动不动 充满困惑的小黑豹 焦急的饲养员维多利亚不得不亲自操心照料 然而由于平凡生病 连动物园都认为露娜活不了多久 竟打算将它放弃 善良的维多利亚无法割舍 于是他提出收养小黑豹 动物园也以低价将它卖给维多利亚 就这样 小黑豹跟随维多利亚回到了家 它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名字 露娜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在维多利亚一个月的经 荆轲互想 小黑豹露娜逐渐恢复了健康